通过委员会报告 这个属于主动议 通过委员会报告 这个呢 是不是委托的 就是如果有的委员会 定期的委员会报告 比如常认委员会 那你就不需要是 不是委托的 它是主动议 这个可以看 参照 动议规则表后面的 第四个 它是需要不可打断的 必须复议 但是如果是委员会提交的呢 一般不止一个人同意 所以它就无需复议 不是 不止一个人组成的话 就不需要复议 对 不是一个组成的委员会 就不需要复议 然后呢 它可以编议 可以修改过班表决 然后呢 可以被重新考虑 这个是关于通过的一个 台阶动议特征 如果有人 就是如果报告之后 那有人 动议了 动议 有人动议 就是说 有人报告之后 有人呢 可能是动议 然后另一个人负议之后呢 那你 主持人可以这样宣布议题 有人动议 有人动议 有人负议 通过委员会报告 是否有人要发言 那这个时候 可以动议 主席呢 可以看看 这个动议人 是否想发言 如果不想发言的话呢 那就说 让其他人发言 或者修改 当辩议和修改完之后呢 主持人可以这样提前表决 当前的议题是 通过委员会报告 所有赞成的 请说赞成 然后填顿一下 所有反对的 请说反对 对 他是过半生表决 所以是用口头表决 然后全部表决结果 赞成方获胜 动议获得通过 这个就通过 说一下表决那个效果 通过后的效果 对 说一下就可以了 或者说一下执行什么 或者要怎么 那下一项 下一项事务是 如果访绝了 反对方获胜 动议被否决 下一项事务是什么 这里需要注意几点 要提醒 要多说一下 这个呢 就是动议呢 通常是报告人 通常是委员会的报告人 如果是委员会的话 这委员会是比较常见的 说常见的情况 委员会报告人呢 他通常是委员会成员 经常呢 也是委员会主席 要报告 他是不需要复议的 这是报告的情况 另一呢 不需要复议是因为 这个委员会是有 不止一个人组成 不止一个人 对 不止一个组成 另外第二个呢 第二点要说的就是 他这个通过 意思呢 在他的定义里面 可以说 就是意思接收 我们愿意接收报告 或者同意 这些都是同样同意词 但最常用的 就是一个通过 通过这个报告 这个报告呢 通常是 比如说 是委员会报告 前达会 是吧 或者说 委员会呢 或者说董事会 这个都是实用的 另外一点就是 需要说明 这可能非常重要的一点 也就是说 一般的时候通过 这样的动议呢 它的效果是啥的 效果认为是 每会议 就是表决题 它是同意报告的 每一个字 包括里面说的一些事实 和推理 这些都 以及它的说明 这报告都同意 所以呢 所以通过这样的报告 通常是没有必要的 没有必要通过 所以呢 也是 常常来说 常说来 也是不明智的 也不能说 每一个组织 同意委员会报告 每个字都同意 所以呢 除非 除非要发布 要发布给 作为一个组织的 一个 以组织的名义 来发布出去 这种情况下呢 可以通过 所以呢 在通过文献报告呢 这样呢 可能 并不太明智 也就是说 其实并不太多 有位委员会呢 它只是做参考 给一个组织 做一个参考 你参考的建议 如果他建议合适的话 你就可以讨论 它的建议就可以了 也做一个独立成本 拿出来 所以这个需要说明 不是通过文献报告 当然这种 在模样情况下 也是有的 对吧 感谢观看